那時候我就曾經看到一個先生 他就從頂樓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隔天 他老婆帶了他小朋友來看他 我一直以為那是大哭 那種抱在一起很悲傷的畫面 結果沒有 是他老婆來罵他 罵了二十幾分鐘才開始哭 他說這先生怎麼這麼不負責任 他跳得以為沒事嗎 防帶藥腳 車帶藥腳 他左手一個 右手一個 肚子裡面一個 你怎麼可以這樣離我而去 我那時候他罵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一直聽 我就跟我的同事講說 你看這樣問題解決了 結果車子這樣快速地經過以後 我就整個卡進去以後摔倒 我昏過去 後來我醒過來以後 我就發現我的手好痛 我就看我的手 手肘這邊就插了出去 就整個變形 然後我有一個很不好的念頭 我就想說 糟糕我的手 我為什麼這樣 我以後怎麼彈吉他 那這個念頭讓我驚覺 因為我覺得 原來我心裡面最在意的事情 是音樂 但是我的事情他都不干涉 那你怎麼樣跟對方表達那個 愛的感覺呢 沒有耶 沒有 我好像也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 我也沒有說什麼我生日 他生日 或者結婚紀念日 我都沒有 那個儀式感我都不需要 你們結婚 三十年 沒有過什麼紀念日 也沒吵過假 沒有吵過假 一次都沒有 生日快樂也沒有 生日也都沒有 以前孩子小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要什麼生日禮物 或者我們怎麼辦 怎麼過生日 他說不要... 你只要把小孩帶出去就好了 他又一個人在家